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红颜》的电影改编和于兰对江姐的荧幕形象塑造 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在此之前 周恩来对于于兰本人和他出演的电影很熟悉 1950年代初 于兰曾被周恩来安排上台发言 我当然我不知道是他之类 我就把我自己的真实的经历都写下来 我按我自己的准备 心里都特别紧张 因为你到那个怀仁堂那样大的地方去开会 见我都很紧张 心痛痛痛的直跳 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人说 于兰 你别紧张 别紧张 我说谁啊这么关心我 我一回头一看 是总理 我特别特别的高兴 我就是感谢总理 烈火中永生的拍摄期间 周恩来还亲自指导了将解就义的那场戏 我们被押走要枪毙了 自己在那个大卡车上 结果总理说那怎么行呢 每个共产党人都要喊 为共产主义奋斗 为共产主义万岁 按照周恩来的建议 最后增补了江姐 许云峰 刑场就义的一场戏 以增加影片的高潮和艺术感染力 完成于文革风暴前夕的烈火中永生 生不逢时 不合时宜 该片的编剧下眼 在当时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而赵丹自己绝对没有想到 这竟是他自1932年从营以来 自己最后一次在荧幕上的亮相 充满分散 二十五年 奥书书书旅 104年